红金军又称红军或红金贼,他们应挂红旗,头戴红金而得名,也应焚香俱众而被称为香军。 制政11年5月元顺帝派遣大量民夫治理黄河,引发不满,白莲教主、韩山童等人决定在尹上金安辉发动起义。 虽败,但刘福通率领韩山童之子韩灵儿杀出重围,刘福通占领尹州,许多人加入,南方也纷纷起事。 元朝镇压红军,也献天幕率兵攻击红军,节节胜利,但制政15年,战局有所变化。 刘福通立韩灵儿为帝,红军逐渐败亡,制政23年,北方红军在安峰之役中败给新兴。 刘福通战死,韩灵儿投奔朱元璋,随后逆于长江。 红金起义是元朝末年中国社会动荡的一个缩影,也是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。